走了一大段路之后 听到这样的消息 当然都会很难过 我也很难过 我的难过是因为 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议题 是我体力受不了 这个其实是最大的考量 关于《慈眼蘑菇》这一出舞台剧的一些提问 9月14号那天 白天候选人宣布 大家知道是我之后 当天晚上第一时间 我就去剧场跟导演坐下来 我就有开始 我们就开始提到 我对演这一出戏 我非常爱这一出戏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剧本 Birdy我们大家都很熟 他的剧本非常好 而且没有错 他非常的认真 这一出戏在之前 我们有跟其他的演员合作 那因为换了演员之后 我们的确需要相当多的时间 从零开始这件事情 所以前面的很多的波折 我能够感受到剧团 还有编剧他们的压力 所以好不容易经过了这么多 这么长的 走了一大段路之后 听到这样的消息 当然都会很难过 我也很难过 我的难过是因为 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议题是 我体力受不了 这个其实是最大的考量 这真的是最大的考量 因为从我一开始受邀 成为副总统候选人的那一天起 我大概每天晚上睡两三个小时 我的身体真的是没有办法承受 所以希望能够对这出戏 特别是喜欢看这一出戏 而且我知道这出戏的好 如果它要呈现 我希望它是在我最好的状态 只要是剧场人 我们都知道 一出新戏的投入到完成 你没有第二个方法 你一定要全心 还有全身的投入 包括这里面包括 你的声音必须要在最好的状态 你的身体 你的体力要在最好的状态 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现在在这个部分 最起码现在 它不是一个百分之百 能够奉献给剧团 我绝对不希望坏了这一出戏 更是因为我们的另外的演员 君浩是非常好的演员 他全心全意的 想要投入这一出戏 我们都知道 演戏的朋友我们都知道 他的对手 我不能叫别人老是去带我 去替他占位置 就是代替赖培侠念稿子 跟他对着演 所以我觉得当 这所有的状况 考量下来 我没有办法提供给 我的另外一个演员 Totally Presence 就是全心全意最好的状态 那由于这个 这真的是最大的理由 然后在接下来就是 家里面的人 也需要我照顾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我就必须要提出 此演员的这件事 我完全明白 我也了解剧组的沮丧 失望 我也一样 那希望 等这 这段时间 尤其是我体力要全心全意 放在竞选总部这里的时候 先给我时间 让我好好的全心全意 做这件事 所以我知道有很多朋友 剧场界的朋友 都非常的关心 他们 在这个方面 我们 是我做了这样的选择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完全配合剧团 所以再次的在这里 向大家说明 然后也非常谢谢 动箭体的全体同仁 然后我要跟所有 关心这件事情的朋友 说声抱歉 对不起